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到第二节,上一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李靖浩教授的出身和裸掌 但是《遇政策手衡》其实故事不是这么简单 故事由最初他们去到美国 是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项目 应该是找了一段时间的 结果就跟吴建宏教授谈过 就可以继续去跟进了 这个过程其实是怎样的? 这么说,刚才有一件事没说完 其实有个信息要说的 就是在他们这些1940年代、50年代、60年代 这些这样的训练出来的人,他们的认识很跨学科的 甚至乎有他们的认识是会发展到一些新的 物理学的分支的研究出来的 非常之精彩 Erico Fermi,就是李洋二,两位的师傅 也是的,粒子物理学、宇宙学、电磁学很多的创建 从而就是连澳本海默、爱因斯坦自己 跟着就算是杨振宁、李正道他们 都是牵涉的范围很广的 反而几个之中,我反而是最不熟的 就是李正道教授的研究了 但是可以这么说,可以涉及的范围都是非常广泛的 就是刚才讲到统计力学、泉流现象、粒子物理 以及一些宇宙学的东西,他们都有所认识的 回到刚才你所说的问题 他们语情骨修行这件事是怎样去发展下去呢? 事源是这样的 最初李洋二人合作,他们都是比较从事一些统计力学的研究 究竟是哪方面的统计力学呢?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做一门叫统计力学的这门学问 是很喜欢问一个问题的就是 我可不可以由一个基本粒子的行为 去用方程式演绎回来去帮我预计 这堆物质组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时候的行为是怎样的? 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这些统计力学里面很喜欢问的问题来的 比如说它一个原子它里面有这样的外围电子 把它一堆放在一起出来 或者就是它结成一些化合物出来的时候 这件事它所有的整体物理特性是怎样的呢? 比如说它容不容于传热呢? 容不容于传电呢? 它容不容于揮发呢? 它的那些用点、废点在哪里呢? 我们可不可以全部由它最基本的粒子行为去推论出来呢? 到今时今日都没做到的 但是做统计力学的人是很希望的 因为科学那种还原的精神就是 如果你能够用最简单的理解最整体的 你就可以将整个物理学的那些现象去搞清楚了 但是到今时今日就算去做这些统计力学的人 你想它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水分子它有这个特性的时候 最后在这个气压这个温度之下 它会是水不是蒸气呢? 都还没解释到 这个题外话 这个是它开始的研究来的 很多时候你这些研究因为牵涉到量子力学的时候 它们就要问一下它们会牵涉到究竟这些粒子 它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究竟怎么排列呢? 如果大家都一起顺着排列 或者梅花间竹一上一下排列的时候 它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都是它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那你这些有排上有排下有左右有的时候 你就会不小心有时候会研究到一些牵涉到对称性的系统在那里 那讲到它《语情不守行》的那个开端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算近日的科普文章都有讲过一点点 但是我看来就是 由英文世界的科普文章就介绍得详细一些 包括New Scientist,New York Times 就会介绍得仔细一些 那其实应该这么说 在这个关于药作用的《语情不守行》 真真正正正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反而是由李正道教授开始 就是杨振宁是一个适当时随后加入的一位 但是他也有他的贡献在那里 那当时李正道教授他就留意到 在那个粒子研究里面其中一种叫Kion 用中文语就很有趣了 你就这样叫做Ki-子 一个Ki-子的粒子 他就发觉Ki-子这个粒子很奇怪的 他就会一粒东西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衰变的途径 就是会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你如果是这个粒子会衰变 你那些半衰期只会有一个 而且你分裂出来的只可以有一个花款 就是你这粒子的命运就是要这样衰变的了 你就是要跟这个路径在多少时间之内就会变成这两个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认识的 因为看很多衰变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Ki-子真是叽叽地的 就是Kion 又不是Kion Kion 这种粒子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它呢 中二就列成两粒 中二就列成三粒 列成两粒的时候的半衰期 和列成三粒的时候的半衰期又会不同 那就变成了一个大家解不了的谜题 那究竟我们的物理学里面的认识差了些什么呢 令到我们理解不了这件事呢 那原来呢 李正道在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开始想的一样东西 这种Kion 这种Ki-子 它里面其实是由一粒正物质和一粒反物质去组成的 那它们这些物质 它们不是那么直接地互相烟灭就没有了 它们维持一个很短的时间 接着很短的时间就会衰变了 不过它们衰变的时候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可以有两种 那它就留意了 其实会不会这些组成 这些Kion 这些粒子自己本身 它处于是两种不同的物理状态呢 如果它有两种不同的物理状态 就会令到它整体行为上面有权不同了 那由这个路数去想下去 那后来我们发觉呢 原来其中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呢 是有点像一个就是镜像里面的世界 和一个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分别 就是它有时就会被激发了 成为一个好像在镜像世界里面的状态 那有时就是正常世界状态 它们就发觉在镜像状态里面 它倾向进行那种弱相互作用衰变 和现实世界的衰变是有不同的取向的 那从这里就想到 开始想到就是 为什麽这种粒子 在镜像里面的世界 和它自己的世界 会有不同的行为呢 那杨振宁知道这个问题真的很兴奋 所以就觉得一起合作 一起去研究一起去想 那其中呢 杨振宁教授呢 应该就是后来由一些史来看回 大家的恩怨情仇 其实到今时今日都讲不清的 尤其是杨教授还在世 但是呢 我尽量找一些大家 都没有什么分歧的东西来说的 就是说呢 当时呢 就是李静道教授 就是在想这个现象 他怎样解释 那杨振宁教授呢 他有他的那个智慧 和他的那个眼光 他就说 不要将我眼光 只是放在这种卡文的颗子上 身上 其实呢 会不会整体上 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 约相互作用 都是会有这种 语情不守行的现象 就是说 他在现实世界上 镜像世界可以有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结果 不只是着眼在这种卡文之上 是基本上牵涉到 约相互作用的事情 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因为这句话开始呢 你可以踏上这个伟大发现之路 大家就说野心大一点 不要只着眼看这个现象 会不会基本上 现实世界所有约相互的现象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想一下 如果要证实这件事 我们就应该随便想到 一个牵涉到约相互作用的系统 将它在实验上做出来 然后重复和好像这种卡文 同一个现象 就是在镜像里面的世界 和现实世界 是会有两种不同的行为走出来的 整体上语情不守恒 那当时呢 就是将这个问题和吴建雄教授去想的时候 哦 这样啊 他们想到一种叫做 在发酷元素周期表里面 一种叫COBOLT 古的元素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手法 使用人工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 将一部分去整成 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排列 而将另一部分 就可以将它擺在镜像世界 用另一种整齐方法排列 两个表现出来 就好像一个在现实世界 第二个在镜像世界 我们用人工实验的方法做出来 然后看看他们呢 进行Beta衰变的时候 出来那粒电子的方向 会不会是如我们所料 是会是在镜像世界里面 是会不同了的呢 OK 那结果呢 由这里开始 就有了吴建雄教授 这个实验呢 你要硬将那些这样的原子 排列到很整齐 在当时来说 一点都不容易的 因为正常的原子 在现实世界里面 它不是乖乖的 很容易坐在那里 你没有东西抬起来 它就自己到处发发发发 然后一堆的时候 大家就乱的指来指去 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 你要它足够稳定的时候 你就最好就是外面 可能有些磁场去帮忙 就拉着它 不止 你最好使它冷一点 使它在一个更加小的范围之内 约束着指向一个方向 所以吴建雄教授的实验 是牵涉到 你要有一些磁场的装置 和一些液态淡的材料 来将那些股的元素 冻着它 那就是由这里 你可以说 能够想得出这个实验 提出去挑战这件事 和想得出这个实验 来验证这件事 都需要 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一个 令对方很佩服的贡献 才能够做出来 所以现在看回这种过程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一种合作 基本上如果是 我这些动物理学的人 一定会很赞叹 由吴建雄教授做出来 就发觉就算不是在这些叫卡文的这些这样的粒子 就算是用了其他牵涉到弱作用力的这个粒子 一样都是出现语情不守行的现象 所以呢 由这里大家觉得 是的 这种 就是弱作用里面的语情不守行 都能够证明到有语情不守行的现象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接受 弱作用里面的语情不守行 就是成为一个新的叫做 在基本理论物理学的教科书里面 必需要提的一个现象 那很难得的就是三位参与这个发现 都是华裔的科学家 这个我想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维基百科 它直接有一个很长的条目是讲 有吴建雄教授实验 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他们想这个时候 原本吴建雄教授是有一个 1956年5月的时候 是想去日内瓦 和想去远东 和她的丈夫应该是袁家留教授 但是一看到原来 不是立刻做的 其他人会做的 所以一定要快 所以连那个行程 他们也是取消了的 但是当时 就有大部分的物理学家 包括了抛尼 原来是不见雄教授的好朋友 认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而且她对于 俞杨振宁和李正道教授提出的想法 是极度怀疑 其实在当时来说 今天我们认为是这个真理的地方 当时的人是不相信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变成了 也有可能 当时就是因为 吴建雄教授抱着这个态度 就令人觉得她不是有份 去创建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今时今日 你做到一个实验有份 其实已经 你都不用这个立场 因为你做过实验 最重要是你能够做得精准 你能够是没有做错的实验 其实就导致了一个发现 那就已经是有贡献在那裡 在这里又要提一提 整件事里面 现在好像说得清清楚楚 大家的贡献 但是后来又为什么 一种这样的纷争呢 也都很视乎 其实后来在这个发现之后 大家二人合作 还有一段很亲密的时期 大家两个家庭是很亲近的 就算你看到 《杰出华人》系列 你看到杨振宁教授 拿着他和李正道教授 当年的一种 大家都春风满面那种 是一个又年少又有才华的阶段 大家都叫做 都是英俊瀟灑的时代 你看到有一种很唏噓的感觉 有一个 曾经我也看过一些访问记录 就说回 有人就征诚过 李正道教授 你同不同意 就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用一句这样的说话 一个这样的比喻 来评论你和杨振宁之间 去那个语情不守行 发现那个贡献在哪里呢 就是用了这样的比喻 就是从前有个小朋友 他在沙滩那里 一路走 突然间被他发现了一个补箱 其实 后来就有第二个小朋友走过来 就帮忙解开了打开了箱 李正道教授就同意这个比喻 就是其实本身坐镇是这个研究 由他开始才是理正道早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杨振宁教授 也都有他的财华贡献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再想得大胆一点 把那个 大家认为 语情是要守行的这样的教条 拆开了 最后你可以说 他不是一个潘朵拉的盒 就是一个真的很漂亮的箱 里面有一粒很漂亮的宝石 大家就后世认为 他们两个就一起做了这个发现 到后来那种分歧就是更加多 可能在公开的场合里面 大家是怎样去评定大家的贡献 到后来大家越走越远 就是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的贡献 就被别人讲多了拿多了呢 那这里就 我们不能说很量化地去说 如果你问我就是两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级数 这样的能力 就是李正道教授 他能够一个这么年轻的人 就是不要忘记的 我很记得他在1998年 还是大约2001年左右这些时间 曾经来过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场合 他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的 就是在二战结束 就由美国邀请同盟国 中华民国政府去派一些的专家 来去考察一下他们的原子弹的建设 曼克顿计划 就派了李正道去 李正道当时呢 只有20岁而已 穿着短裤子戴着帽子 接着美国的海关就说 你来看原子弹? 为什么中国派个童子军来呢? 这个就是李正道教授 自己亲口当时讲这个故事 但是呢 你事后看到 他现在到今时今日为止 他不是最年轻的一个 都几乎就是最年轻的一个 就是一个学者 能够这么快 拿到诺贝尔奖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到他那个 个人的才华成就也都非常之高 也有时质问 李正道教授一直由普林斯顿 接着又回到哥伦比亚 一直由五十年代中 一直做到二十一世纪 他一直都没有离开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如果你看到哥伦比亚大学 他对于李正道教授也都推崇秘致 但是有时我自己也听到 当李正道教授他因为拿了诺贝尔奖 他很快就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坐正 就做是主任 有很多重要的职位给他 但是呢 就是跟他做研究的人 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开心愉快呢 大家又很有不同的评价 那这里再说一句 就是因为呢 其实在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在这些科学领域里面 尤其是以我所见的 在大学的物理系里面 是很流行一种这样的研究 或者管理的文化的 就是说呢 今年我们开会 我们所有这里十多年有个教授 大家都要一起定一个共同的方向 然后在这一年里面 一起用我们众人之力 来给出一些发展出来 比如听过的 一九七零年代的中文大学物理系 他们会有一年就说 我们今年就专攻这个罪合物的问题 这样 于是原本他们专场 是做开天文研究的那些教授 都要一起跟他做这些叫做罪合物的研究 这样都有的 那这个情况一直到80年代 就发觉不需要再这样去做 但是你说 就是一种新舊交替 新舊研究文化不同的时候 就总会有冲撞 所以就令到呢 就会 中间就会听到一些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都好呢 都无损李正道教授他这一生人 在物理学里面做的那个贡献 是非常之有一个原创和冲击在那里了 好 我这次有结聪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